哈 看到吗今天有谁来 今天我们很开心的 还没有开始录 还没有开始录呗 开始录了啦 今天我们很开心有 Danny Zero all the way 在 KL HELLO 应该这里是属于他的 part of the hometown 我考虑冰城我的家乡 所以很高兴这次他抽空回来 做一些东西 然后顺便来分享给大家一些 关于他现在做的 建筑 建筑拍摄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 interior那些 OK 现在Danny 如果之前你们有follow我们的page的话 Danny 现在是 Framing Art 的 founder OK 所以他除了拍婚纱之外 他还是有拍 More Duets Interior Architecture 那些拍摄 所以今天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说 我们的平台很多 一直在讲 Reading OK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要share给大家的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初学者 OK 今天我想拍 Interior 还是拍Commercial 我需要准备一些怎样的器材 不一定是要去到最好 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 所以你可以share给我们 Legendary平台的 有兴趣的一些fan team 最基本要拍一个建筑呢 就要有一个相机 那相机不一定要非常好的那种 当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拍还是拍给客人 打印出来 然后做很大张的poster 就我们要先考虑到这一点 可是我看现在 我的手机也有48MP的 哦 手机 手机也有哦 可是就是说我的手机也是可以拍咯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你手机也可以拍 如果说镜头不是一个考虑的问题的话 啊 所以也是可以print很大张 48MP 可以啊 其实你看路边不是很多那种billboar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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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print到很大张 你会不会怀疑说你的电话拍出来那个照片 可以不可以print到那么大张 所以Megapixel是一个concern 大概如果我是初学者 啊我有兴趣的话 哪一个相机的range 你可以介绍我们 就说 啊我有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开始接生意了 我目前自己在用这个是Sony A9 Megapixel也是24点多 ok 但是我觉得最基本呢 相机的Megapixel 我们说回以前的D700 至少只有12个Megapixel 对对 那个我觉得是最at least at least entry 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多都是entry more than that 对对对 然后镜头呢 啊我知道 大家都是一直讲买最广的镜头就对了 啊对最广的镜头很好 因为最广的镜头它可以给你带来张力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这边的物质 它很多可能比较狭小 ok小 所以广角它的用处呢 就是可以把一个狭小的空间宽大放大 所以广角是一定要 一定要 可是我 也要小心那个广角的疾变 啊疾变 Distortions 对对对对 知道我了解说 不是每一个东西我们就一定要用最广的去拍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都要了解 不是越广越好 我觉得要适可而止 对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要注意呢 其实拍建筑呢 嗯哼 它可以跟我们拍我们平时拍婚纱 可以有一样的概念 嗯哼 就是我们要先拍一个广角 ok 告诉人家整个那个建筑 对对 接下来就我们要进入比较details的时候 ok 可能 比较medium shot 可能它leaving room的一个certain area ok 到最后我们才进入detail shot ok 比如说它的kitchen上面的tabletop 它用的一些木啊一些wood 好的 啊很好的 ok 那如果我们一般拍广角的时候 没有无法看到那个details 啊对 所以那种我们都还是要close up close up shots 就比如我们拍新娘的时候 ok 它的分子很漂亮 对那些details 啊 你本身是会建议用什么样的一个tipod 我觉得 各人都在问 就是便宜的不能叻 一定要买最贵的叻 以前我很在意说 我们 我们的 一定用的最好的 对那只tipod一定要比人家大支 人家就会感觉你厉害一点 ok ok 所以现在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不一样的思维呢 最要紧是懒惰 懒惰 懒惰 懒惰所以就越大越 因为你拍多了之后 你经常 要带着很多器材出去 这个我明白 对对对 tipod大小时不要 一般的是ok了 对对对 要看你在用在什么样的情况 对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重要 我们有说到tiped shift lens 然后 镜头它刚才你是讲广角 对了 ok还有一个东西 ok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 tiped shift lens tiped shift lens 可是平线首先 就会烏 就会烏 往里面 对 那这个是拍商业的拍摄手法 好说是不允许的 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保持在level 我们没有动 然后我们可以移动那个镜头 它旁边有一个 叫shift ok 就把那个镜头 shift上去 在我们相机没有动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拍到tipo了 嗯 嗯 还是它可以以上下和左右 嗯 可是我了解那个镜头好像不便宜 哈哈哈哈 对对对 那个镜头确实不便宜 but 如果你是比较serious的 into this business 的话 你可以选择投资一个 因为会在你的edit那边会 会轻便很多时间 然后最后一个东西 很多人觉得说拍architecture 需要用到灯吗 啊 还是太阳就是最好的灯 我们要很懂得去看这个自然光 怎么样 complement 这个建筑 ok 所以我们要去拍之前呢 我们就要去了解那个建筑阳光 从哪里照到 嗯嗯 如果你在那个房间里面的话 太阳景点会照进来啊 ok 我觉得首要还是看自然光 了解 我们再去用灯光 弥补一些 啊 ok ok 听到吗 不是说拍人要用灯光 拍建筑物我们也是有用灯光的 ok 至于怎样打的话 maybe我们下一次再跟你分享 ok 所以这一次跟你分享的是 这几样主要如何start up as一个拍 commercial 还是拍建筑物 你需要必备的一些 essential的一个gear 我们再recap一次 器材就是包括你的相机 你的镜头 广角镜头对吗 对对对对 chipshift left tri-port 灯光 depends on 灯光 depends 对对对对 LED还是flash flash 因为LED呢 不够 我们拍人还可以 因为建筑很大 你很难说去拿LED去 只是照亮一些技巧 so ok so希望你们有学到一点点精髓 然后我们下一期跟你们分享一些 关于Danny的商业作品 ok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episode 拜拜 拜拜